大家好 Windows 11 Moment 5更新已经正式发布 正式版用户可以在Windows更新设置中点击检查更新 即可看到KB5035942 点击下载并安装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立即获取 更新完成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在系统信息可以查看更新完成之后的版本号 接下来介绍一下Windows 11 Moment 5的11的新功能 Windows 11 Moment 5现在可以在锁屏界面显示天气 进入锁屏界面 在锁屏界面状态选择天气 如果设置完成之后 锁屏界面没有显示天气 可以下载Viver Tool激活工具 下载链接在视频简介 下载之后解压文件夹 复制解压之后的文件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显示的代码 完成之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再次进入锁屏界面设置 锁屏界面状态选择天气 按Windows加L快捷键 或者按Ctrl加Alt加Del快捷键 选择锁定 打开多个软件或者文件窗口 将鼠标移动到最大化按钮 现在的窗口排列可以显示图标 在之前的版本是没有图标的 更新新版任务栏小组件 可以在设置中直接关闭新文源 这应该是很多朋友期待已久的功能 点击齿轮设置 点击显示或隐藏信息提要 将Microsoft Start后面的滑块关掉 而且还可以添加新的小组件 比如微软代办 要使用微软代办需要登录微软账号 现在选择一个文件 可以在工具栏中点击快速共享 共享方式 可以选择邮件及其他方式 新版 Windows 11支持就近共享重命名 在就近共享设置中选择重命名即可 Windows 11 点击使用Windows更新修复问题后面的重新安装按钮 即可在线完成重新安装系统 现在有一个针对任务栏右下角的设定 在任务栏上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任务栏设置 点击任务栏行为 选中单击任务栏右下角以显示桌面的选项 即可点击任务栏右下角来显示桌面 如果不需要该功能 将该选项取消即可 语音访问是目前为止小妹最喜欢的功能之一 在Windows设置的辅助功能中打开语音访问 语音访问可以通过语音直接控制电脑 虽然目前还不支持普通话 但是可以通过简单的单词来实现某些快捷操作 要使用语音访问首先要下载语言包 这是目前支持的所有语言 可以查看所有语音控制的指令 点击verse shortcuts 点击create new shortcut 输入要读出的内容 比如hello girl 当我读出hello girl的时候 打开一个图片文件 使用该功能还可以自定义打开文件夹 打开软件 打开一个网页 按下键盘快捷键 按下鼠标点击 或者增加等待的时间 有兴趣的可以自行尝试 新版笔记本包含在Windows 11 Moment 5更新中 现在不但可以统计字符数量 还可以统计行数和列数 不仅如此 在某些文件点击鼠标右键 可以直接使用记事本编辑 当更新到Windows 11 Moment 5之后 记得打开微软商店 更新所有小组件 来完成某些内置软件的更新 最后要提到的就是Windows 11的画图功能 现在不仅有AI的加持 可以一键移除背景 而且增加了图层的支持 并且可以保存为带透明格式的PNG文件 而且可以在线生成图片 最后请给小妹一键三连哦 最后也请我提供一下 咖啡部尼连icz者 咖啡部尼连 剩下的小组件 这次用的配合